我 哥要白玉 师姐 怎么又是你 白玉 你这个叛徒 你受死吧 前面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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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追了 你追不上 这家伙身材居然正好 看过了没有 别看你了 等一下 做我的侍卫吧 这是你第二次救我了 上一次是在树林林 你很适合做我的侍卫 我调查过你背景 很感情 我是来追杀白玉的 救你是顺手的事 再说了 你又没给我什么好处 我为什么要跟你当侍卫 我可以帮你找到白玉 这家伙名声不错 而且我最近太穷 行 成交 不过你再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更要白玉玉 二王子有危险 有刺客 保护王爷 完了完了 只要是被他们看了 可就说不清了 二王子 王爷 王爷 王总管如此慌问 不怕饶了本王的雅兴 惊扰了王爷 还望王爷恕罪 真意刚才府中发现刺客 担心你的安危 王爷没事就好 下次老奴辣 退下吧 诺 洗澡竟然不备水 难道还藏着想藏在这儿呢 你终于回来了 哎 你干嘛还钻进来 我如果不进来 王总管就会发现你在这里 那对了 你刚才说什么要求 每个月供钱三两 防止帮助 没问题 真的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属下失职 自杀就失败了 是因为 废 你此失败还有两个月 下个月的剑要休想得到 发射王吧 属下之错 也不及在一时 起来吧 谢谢三王子 大哥本就是提赏子 但他的母后是戴罪着事 不足以对我产生什么威胁 二哥的希望最大 有大将军公孙赞福 让我没想到的是 父王居然还将禁军 五福给了他 国师大人 我是不是该准备 祝贺二哥登基的礼物了 四王子不必的信 尤其圣上还没有定下 离谁为太子 我们还有时间 国师 倘若你亲自出马 去杀了二哥书合 等我登基以后 你可就是丞相了 国师 今日本王来了 这局就到此为止吧 二王子老夫倒要看看 你这五年长进了多少 我又叫了你一名 该怎么感谢我呢 叶平萨王子 哇 这院子居然有这么大 这家伙可真奢侈 这女子估计是二王子捡来的吧 二王子特意交代了 她的饭菜都要咱们端到屋里 看来她就是二王子的风流寨了 我相信 四早有一天 我也会藏回二王子的风流寨的 国家粗稳啊 粗业啊 都给二王子留着呢 估计还想变凤凰 你们也呸 自不量力 那个 你叫我来干嘛 站在门外 干嘛 废话怎么那么多 我答应你来当侍卫 可没答应你要站岗 站岗得加钱 你是我的侍卫 侍卫其中一个职责就是站岗 不这样的话会扣你工钱 就知道没能耗心 坏了你渣男 要不是因为太穷了 不对 要不是为了抓到叛徒白鱼 我才不会在这侍卫去 王总管 这是我的自画像 麻烦你帮我 转交给王爷 我 我想说什么东西吗 简直一模一样 难道王爷又要重讨覆辙 王爷请慢用 了能无形大退啊 这么奇妙 来师妹 这里有没有胡萝卜 胡萝卜 今天的死府上没有这个呀 生的 生的胡萝卜 生的 有好像是有吧 但有点大好呀 那你把这些菜都换成胡萝卜 不是吧 哎呦 生姐姐 你看你 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心肯定是最好的 就端端妹妹吗 你还真有眼光 那请你等着 我给你早点 行 接下 白师妹 白师妹 你出来 你出来府中 很多规矩还不懂 我来 是给你立立规矩 好吧 你进来吧 这是我搞的那一处啊 白师妹 这王府啊 深不可测 并不是你能来的地方 不如 拿着这些银子离开 去外面 多看看 多走走 如何 原来是想赶我走 你算老计 不用了 王总管 这府里挺大 我推短 够早点 听说 上一个跟你一样的姑娘 无缘无故的 失踪了 听说 上一个跟你一样的姑娘 无缘无故的 失踪了 连尸手都还没找到 可怜呢 白师妹 你可要小心一些 这阴狠的死太监 真有威胁 有劳王总管费心啊 上次提醒我的人 现在还在躺着呢 不知王总管 最近身体更好啊 你 总有一天你会知道 这王府你不该来 嗯 你 你 你 凭什么 要派我吃猪头 叫他来见我 白师妹 王府规矩 杜绝浪费 否则 家法伺候 当然了 你也可以选择 不吃 我不吃 我减肥 我还治不了你了 看你能坚持几天 嗯 好饿 不行 我要干饭 我 我老了 我来了 有人在王府行献 抓起来 是 跟我咋冒天了是吧 行吧 我 这白菜菜心灰不轨啊 可是 我王的话不管用了吗 吃饱了就回房睡觉吧 别再丢人了 我吃胡萝卜 为什么好丢人的 你说天下 那么多美味佳肴 你为什么偏偏吃胡萝卜 那年大汗 颗粒无收 师傅为了养活我 把所有的家当 都换成了胡萝卜 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特别爱吃胡萝卜 就算吃得再饱 我也能接着吃 有那么好吃吗 你尝尝 很甜吧 既然你这么喜欢吃胡萝卜 没套家安排日厨 给你选最上手的胡萝卜 给你享用 真的 一言未定 一言未定 小师傅 就干嘛 就啥通人要 王总管 你没有听见吗 王总管 这都是上面安排的 我也没办法呀 嘿 王总管 等会王爷要过来吃的 什么 怎么 本王不可以过来吗 参见王爷 好了王总管 下去 是 我就不信 只不如你 走一瞧 王总管 公松姑娘求见 知道了 怎么样 玉叔的手艺不错吧 嗯 小吃货 我太不如说货了 大小姐 王总管 大小姐 这是王府特制的点心 请大小姐品尝 王总管 有心了 嘿 只可惜 只怕老奴 往后不能好好 招待大小姐 还请大小姐见谅 嗯 哦 大小姐千万别误会 主要是 王府可能有喜事要办 会比较忙碌 喜事 哦 什么喜事啊 大小姐您没听说啊 这王府 来了个姑娘 名叫白再再 王爷清心于她 看来啊 好事将尽了 什么 她凭什么呀 我们这些下人 不好乱讲 但是圣上曾说过 王妃之选 必须是大财之人 至于这白再再 有什么本事 老奴也不清楚 只知道 她贪吃好玩 一日三餐 都是萝卜 哇 这儿这么全吗 这么减肥啊 王总管 哎 大小姐 你可是王爷最新来之人 那就麻烦您 把这份文件 交给王爷 文件 王总管 哎 大小姐 你可是王爷最新来之人 那就麻烦您 把这份文件 交给王爷 文件 不 不麻烦 大小姐的事 就是老奴的事 共享马车 其次妙想 其次妙想啊 这公孙秦果然从会非法 哎 王总管 本王要见见这个旷世才女 公孙秦 好的王爷 老奴这就给您安排 昨夜星辰 昨夜风 画楼西畔 汇唐东 身无彩凤 双飞翼 心有灵犀 异点通 好一句心有灵犀 异点通啊 果然是我朝第一才女 才丝敏捷 出口成章 这首诗一旦流传 必经成千古凝聚 王爷过奖了 我虽是将能之女 但喜欢吟诗作对 甚至有些入迷 平日就将心思 多放在这些上面 这就像一些吃货 喜欢萝卜的 就整片满脑 就得都是萝卜 这位白妹妹 你说对吧 你 你显摸你的就行了 你干嘛说我是吃货呀 白妹妹 我可没有指名到姓 说你是吃货呀 你 你这么厉害 那我考考你 不得放肆 王爷 不妨试 行 那你用萝卜 做手诗来听听 完了完了 这从来没背过来 再说了 谁这么无聊 会给胡萝卜写诗 看起来不那么自信了 原来才女 不是什么都行 我什么样 还萝卜到你来评价 你别急嘛 既然做诗不行 那唱曲行吧 也是关于萝卜的 我什么我 你不会连起子都会唱吧 你懂什么 王爷 小女子今天是身体不适 改日再与您探讨 共享马车的实施计划 好 你们 你们 啊 知道我学生 原想传来 默默 沙沙 写药 哎没没没没 怎么了你生这么大气呢 二王府的小侍卫欺负我 你管管管 喝点水消消气啊 你放心 这个公道哥替你讨回来啊 你说的 我还能骗你吗 你看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现在呢先消消气好吧 好吧 先坐下 师兄 他不是你 长哥 长哥 他是 长哥 你认识啥 崽崽 这是晓晓 我的大嫂 这是白崽崽 我的贴身试吻 你约我来所欲合适 我有话单独对你说 他不是万人 但说无妨 前车之间 我希望你不要出道夫车 你就为了谢谢 你多虑了 我分得清楚谁是谁 辛苦你了 大哥若在附近的话 我不便久留 好 我长话短说 你要小心刘长河 他为了登上皇位和救出母口 学了狐妖 肯定要害你性命 我会小心的 你就先请回吧 免得大哥起了一心 好 再再 我们也走吧 再次 你这么厉害还要卫干什么 我干什么就这么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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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i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誰啊 你們是誰啊 這是哪啊 你們知不知道我是誰啊 放我出去啊 哥你在哪啊 快救救我啊 假如我不是要的多好 你不去保護王爺 坐在這發什麼呆啊 你的王爺更不要我保護 什麼 你敢代工 那要扣工錢呢 好 我這就去 算你實相 我們走 你有心事嗎 我想問 你明明比我厲害 為什麼要找我當你侍衛 你有什麼用意啊 對付那家媽狗堂堂二王子 要親自出手嗎 那你說 幫我找白玉 怎麼沒有下文了 我也知道白玉在哪裡 但你找不到他 他在哪 在我3D那裡 若是他離開3D 我的眼線會發現 然後我就會告訴你 讓你報出去恨他 好吧 沒事了 在在 你若是不喜歡站在門外 以後你坐在這裏也成 你早說嘛 我早就來了 哎 需要我幹嘛呢 嗯 你要不我幫我扇上風 行 哎 哎 哎等等 別疼了 這裏我就叫出去了 別過來 哎 站住 哎 站住 我哪跑你啊 你想找我 你是不是故意的啊 就是故意的 是不是 王爺已經很久沒有這麼開心 我了 拿完救你刀 跑呀 王爺 公孫將軍來了 有請 王爺 今天我來準備兩件事情 將軍請教 我聽秦二說 他與白侍衛有些過切 我替他給王爺賠個不是 這事就讓他過去了嗎 晴兒是我唯一的妹妹 她傾心於你 不知王爺一下如何 將軍 這種事情講究兩情相悅 本王我 另有打算 老夫只是替我妹妹惋惜 不能和王爺如此優秀的人 皆為勤盡之好 也替王爺與我定下的盟約 可惜了 將軍 公孫姑娘精彩絕夜 也不是不可以 將 兩個月以後 本王允許公孫姑娘 一言為定 告算 姚琴 王爺 你覺得共享馬車的計劃如何呀 聖妙 如此一來 我大召王朝的人力財力 可以得到充分利用 那接下來幾日 我便先住在王府 方便探討共享馬車的計劃 公孫姑娘 你我雖然已經有了婚約 但此時還未成婚 還是不要平凡往來 避免他人的非议 王爺 我們兩情相悅 誰有資格說閒話呀 公孫姑娘 我想給你倒杯茶喝 我們兩情相悅 誰有資格說閒話呀 公孫姑娘 公孫姑娘 我想給你倒杯茶喝 還不送你們小姐回縫營 不要嫌我 不是看我管他 看來要速戰速決了 看來要速戰速決了 哼 然後 這 王爺 翡翠湯到了 莎莎你喝吧 王總管的心意還是你喝吧 王總管下次記得備兩份 啊啊 那 我先回去了 是王爺 走啊 他憑什麼呀 你先歇歇 我在門口守衣客中 一會兒有其他示威來替我 你怎麼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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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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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 誰 王爺是我 你這麼晚還不休息啊 我給你帶了些糕點 本王 不需要 公孫姑娘請回吧 王爺 其實 我是想和你探討 共享馬車的具體實施計劃 本王今日 身體有癢 改日在意 王爺 你是哪兒不舒服嗎 我進來給你看看 你我還未成婚 現在功能寡女 空不妥 王爺 你有情 我有意 有何不妥啊 忍不了 就別忍了 王爺再說一句 不必 請回 等藥效徹底發作了 我看你什麼事 王爺 那我一會兒再來 你中了春藥 身體病不大 我這就給你找解藥 我去解藥 你中了春藥 身體病不大 我這就給你找解藥 我去解藥 臭丫頭 不壞我好事 看來 糊足的魅惑之術 不過如此 你誰啊 我是什麼人你不用在意 你只需要知道 我們的目的差不多 我可以給你提供一點信息 什麼信息 說說吧 那個白崽子跟你一樣 也是一樣 師父說 能藥香烈必造中央門追山 他肯定沒好結果 王爺您先慢慢看 往後先退 走 走 走 你怎麼不穿侍衛甲 要靠工錢的 我我要走了 走 去哪兒 我還有事要做 我要找白羽 鄧臣要走了 再不走 怕事要陷進去了 不行不行 鄧臣 白崽崽 你是王爺的護衛 沒有王爺的允許 就擅自離開 工錢一分錢也拿不到 你 你不講理 好了 王總管 你和白世衛晚上結了 是 告辭 是 王爺 昨日您說身體有樣 可怕我擔心壞了 這波 給您帶了點心 呃 要不你做 那多不好意思呀 沒別的事了吧 啊 沒了 寄了把門給戴上 王爺 白世衛離開王府 往西邊去 王爺 王爺若捨不得白世衛 何不親自把他追回來 王總管 這段時間我離開王府一趟 府中的大小事宜 你看著吧 這個請王爺儘管放心 幫我打電行裝吧 是 白菜菜 你還要 白世衛 要出遠門 說話燕鬼氣 不怕我讓你現出也行 情二姑娘也挺閒的呀 不去找你等會婚夫 上一婚室啊 我的事還用不著白世衛操心 還是先管好你自己吧 情二姑娘也是 小心別把尾巴露出 還笑我 還不是神的心 我認識嗎 還笑我 還不是神的心 我認識嗎 你把你前面 得找大王子上 原來是同道中人 賴世衛告辭了 確實是狐妖 要不要告訴他呢 算了 這小狐妖傷不了的 大王子殿下 劉長哥身邊的白侍衛 也是指揚 三番兩次壞我計劃 再這麼下去 怕是對我們不利 傷了殿神 可是我們並不知道 他背後的勢力 而且三王子那邊 也有人盯著 倘若我們出手 恐怕 卓妖萌的理由到 正口一本網友交情 師父我回來了 這一趟我去了人間 才知道做人不容易 人間有好多繁文如劫 我還算應付得來 但我應付過來人間情愛 師父我現在心好亂 我該怎麼辦啊 小妮林濟青 你我無怨無仇 你那可要收了 妖妮捧了人間抓 師父抓妖我們的笨 受死 遵าย 碰功 你的謙虎 何恍 允命 National 為了 早? 大看 好 難受 我覺得 积极不一定 你是什么人 这药果然顾过来这些 这世道要乱呢 怎么了 多谢你救了我 人药殊途 我们以后别再见面了 吃药又如何 人都是师妹王梁 我之前就查过你 早就知道你吃药 但是我不在乎你吃药 因为 我只想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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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然后 我只想帮我 我只想帮你 我只想帮我 这个你要干什么 你马上就知道 记住 以后他就是你们的王妃 属相明白 王爷 来说 因为 公用王爷 公用王妃回府 听说了没 老金二王子逍遥王 居然跟自己手下的贴身 女护卫高尚了 听说了 那还要纳那个女的王妃呢 我还听说 女护卫怀余六个月 还是龙凤胎呢 我也听说了 听那个城市的张大夫说 对来吧 说什么 龙凤胎当中男的像娘 男的像爹 真的好神奇 听说都满城风雨了 白氏卫的命真好 我这陈氏卫 也不与白氏卫差多少 是不是咱也能不及便放我 王爷 王妃的人选 既然您心意已决 我们做下人的 不好说什么 但五年前的事情 农家还是请王爷 不要忘记 五年前的事情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王爷 当初要不是沈姓迷惑 您也不这 好吧 你们都认为 我当初迷恋沈姓 才遭遇不测 却不知道那只是事情传说 而且从头到尾 我从未对他动过心 至于白菜菜 他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他真的很单纯 他和沈姓长得同一张脸 准属巧合 所以我真的希望你 能放下神剑 用心了结他 既然王爷都这么说了 老奴便尝试一下了解他 告退了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知道门口有人 对不起啊 没事没事 下次小心点啊 习惯 王总管今天脾气突然这么好 干嘛 那不是大白天了 我抱自己的王妃 难道好比人 我跟你说啊 那个公孙琴 不是真的公孙琴 它是妖幻化成的 你一定要小心地方 妖 你要小心刘昌河 他为了登上皇位 和救出五口 既然狐妖 可能要害你性命 那天我踏过他的妖气 他有可能是狐妖 那情侍狐妖就会危险 干了这狐妖留不得 要不 我们找捉妖盟 理由的要处理 别耽误 傻丫头 可你讲得出来 什么 你说和二哥闹得 晚车风雨的白菜菜 是妖 千真万确 他是我师姐 好 很好 假如让父皇知道了 他最器重的儿子 做出人妖相远 这等有被人伦之事 那场面一定很精彩 那 等你得到王位之后 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 在一起了 对吧 君无喜悦 你难道不信我吗 我不信你 还能信谁啊 你一会儿去通知国师 想办法传布白散散 尸妖的事情 一定要闹得 人尽皆知 好 人妖相恋 他见不得光 我一定要让刘长哥 深败名利 那 我们也是人妖相恋 能见光吗 我们不一样 谁敢说你是妖 我战谁 妖妮 请出席 知识你出席我啊 妖妮 受死 没有招妖精 你算什么东西啊 要知道 堂堂逍遥王爷 弄碎死我 你看你皮有痒了是不是 接着我死在你手上 也没什么好说 要杀妖妖 随你便是 天人我们来 并不是要杀你 而是要请你卓妖 卓妖 有妖怪化成 当朝大将军之女 公孙秦的模样 蛊惑人心 杀了他 一百两银子 这伙 你接还是不接 小妖妖妖 本就是我卓妖妖的侄子 你拯救 在我外星之后 没招 你是人妖混血 人妖混血天地不容 难道他是他明露杀的儿子 不 哎等等等 你们这是在干嘛 白世伟你不记得了 两个月前 王爷答应要娶将军府的 公孙秦姑娘 这不好是将军吗 他真要允许她 要我说白世伟 你也不用太难过 咱们王爷呢 迟早会娶很多很多个侧妃的 雨露均沾人人有份 少料你那份的 恭喜你啊 即将嫁给我二弟 白世伟也是要 人妖相恋 真的能让刘长哥 身败名裂吗 当然不能 三弟找父王说个死事 遭到父王世子 说他捕风捉影 那 我们怎么办 嫁给他 杀了他 明白 二弟啊 别怪大哥 要不就怪父王求见我的母后 大哥只有不择手段登上黄泪 才能救得了我的母后啊 没错 要想救出圣女 刘长哥非死不可 不过 要想除掉刘长哥 首先要解决 白菜菜 要想除掉刘长哥 首先要解决 白菜菜 找机会分化公孙赞号二弟 他不是喜欢白菜菜 给他一个选择 看着选择权利 还是女人 那我就说 他是刘长哥身边的妖 诱导公孙赞 出手 李诱导 一个月了 你还没有出家护药 真要等着个狐狸精嫁给你 请便 白四位 公孙请空调 让我给你传话 刷 他想约白四位到层东郊小剧 我倒看看 你卖的是什么药 你告诉他 我马上到 好嘞 论迷惑之术 国药果然排在第一 白姑娘果真来了 你不怕我吗 论道 你不过修行百年而已 我随便动动手指 就能废了你一身道 我念你修行不易 劝你好自为之 毁你的善意洞府继续修炼去 免得遭到杀身之祸 我要成婚了 王爷娶的人 是我 我劝你彻底离开刘长阁 放心 我是真心喜欢他 而且 以我的道好 能帮他夺得皇位 你想到没 王爷说的果然没错 那个白崽崽啊 的确只是个单车的小丫头 并没有什么坏心思 对了 他人呢 好像秦儿姑娘 又在这城外品名呢 王爷 他必须接住 秦儿 你怎么了秦儿 秦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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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李道长已按照王爷的文法 诛杀胡耀 并在街上施加法术 让胡耀一时半刻 入卸出原型 小的爷以将胡耀的尸体处理干净 公孙赞永远也不知道 他的妹妹是胡耀扫炼 胡耀肯定不能杀死二年 但他死定有价值 二弟与公孙赞反目成仇 成不了气候 公孙赞之位公孙警 在城外被白崽崽所杀 目前 公孙赞依然和刘长哥决令 少了公孙赞 六长哥只剩下金针虎符了 祝国师大人 旗开得胜 你做得很好 请国师大人赐解药 谢国师大人 你怎么回来了 你这唱的哪一首啊 疼 轻一点 我怕你累了 给你放松放松 我不累 那我给你倒水喝 我不渴 那你一定饿了 我去给你做好吃的 小兔子今天很反常啊 这可不像你 我是想来跟你道歉 我知道 你为了我 得罪了公孙赞 失去了在朝中的乙重 你一定使我气了 就去一个公孙赞罢了 那你为什么一天不理我 你躲在亭子里干什么 我在想 什么时候娶你做我的王妃 你愿意吗 姐姐 这是霓裳房的布料吧 是啊 怎样好的布料啊 那就好 这事可耽误不得呢 这可是王爷的婚礼 谁敢怠慢呢 上次咱也没怠慢呢 可不是吗 咱们王府也算是 开天辟地低脏 婚礼不变 王妃来回患 还是白思卫有本事 你倒王爷成为王妃 不这样一样 这样一来呢 咱们成为侧妃的机会 就更大了 大王子 这些恶礼是否有些怠慢啊 安排下去就是了 是 背车 上朝 我倒要问我的二弟 是怎么想的 居然会取一颗腰 大王妃前来有何柜杆 跟我来 你怎么会 我怎么会知道这机关 因为我十年前就来过 你在我哪里干什么 没有什么事 我先走了 都是要当王妃的人了 这么沉不住气 你这样 如何陪得上长歌 我陪不上 也跟你没关系 这才是王爷心中的王妃 你不过是跟她长得比较相像罢了 所以一个替代品 没什么可骄傲的 她如果还在世 你又算个什么东西 你说的都是真的 千真万确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因为我不想长歌 因为你这只妖 而误了自己的前程 你们本就不应该在一起 这些青春 一切都是真的对吗 王爷 各邀白玉离开三王子多日 目前他的行踪已探明 虚情假意 站着 在哪 开门 我有话跟你说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不想听 白玉已经离开三帝王府多日了 你不是想知道他的行踪吗 他在哪 就在你的老陈 师姐 你回来了 白玉 你背叛师们 欺世灭祖 今日我要为师父讨回公道 不用你亲自动手 我之所以苟活于世 就是想等你来 今天 我亲自把我的命交给你 你倒是坦然的很了 师父的死是我遭长的 我无话可说 当初我被沈亿迷惑 中了他的道失了心志 这才酿成大祸 我本想一死了之 但沈亿老在用师父的魂魄要挟我 让我替他做事 我不敢不走 而且 我还爱上了刘长杰 你还爱上了刘长杰 刘长杰 你怎么来了 让我再去见人 闹 闹闹了是吧 你就是三王子口中的那个女妖的 一只妖 如何配得上我的三王子 白玉玉 你敢造次 国师的几条 休想再得到一礼 还有 我会将你师父的魂魄捏碎 扎得不留一点 刘长杰 我对你真心一片 你为何这样对我 不管我对你是不是真心 但无论何事 你都不要忘记 你只是一只妖 刘长杰 你太令我失望了 师姐 跟我进来吧 你不配给师父磕头 我知道我不配 这也是我这辈子 最后一次给师父上校 我中了沈亿的慢性毒药 需要美妍服用解药才能克制 我既然已经逃了出来 就已做好了死的准备 这一切都是沈亿的阴谋 包括让我引你 解释刘长哥 因为你和沈仙 长得一模一样 沈亿笃定 他一定会爱上你 师姐 杀了刘长哥 拿回国府 才能坏我 师父的魂魄 救师父 救师父 白玉 白玉 他已经死了 你就是沈亿 是 你要为你师父报仇吗 当然 你师父是我的师兄 应该叫我师叔 你是我师叔 想知道为什么我要杀了我师兄 因为在五年前 他劝我的女儿杏 成哥背叛了我 杏儿为什么和你长得一模一样 估计你也想不到原因 你说 你原本是杏儿年幼时养大的兔子 杏儿将你交给师兄后 师兄又天外云狱将你惊变 之前你就对杏儿耳目上 成经后虽然失去了记忆 但还是自然而然化成了杏儿的模样 当年在杀师兄之前 我就暗中观察到你的模样 当时我就有了计划 先控制白玉宇的神志 除掉我师兄 再通过他将你引到刘长哥的身边 不出所料 刘长哥曾经贵对杏儿 他一定会将你留在身边 你到底想怎样 替我偷了胡福 杀了刘长哥 你休想 再给我请你捏碎师父 费果散 不能好死 白赛赛 不想你的师父和费果散 八个月之内 福和刘长哥的人 白赛赛 不想你的师父和费果散 八个月之内 福和刘长哥的人 王爷 王妃回来了 我来了 王爷 王妃回来 以三日为出门了 你要不要去劝劝她 再让她一个人静静吧 是 杀杀 你这样吧 啊 许起药 一样 你要杀了我 自无纪念 目的重复 天望最恨恶不够 千只不舍 道是珍重 言语句别独走口 温喜说说 女生行不 山高水长不敢送我 不许无常不常不常常用 不许无常不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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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瓜 钱都不用 王爷 已经三日了 你多少吃一口吧 王爷真的陷进去了 王总管你等一下 我有话要跟你说 万世伟 万世伟 王爷为了你过身犯险 你说什么 他拿了护符 去了三王子府 在什么时候去的 一个时辰之前 他说 他却拿回你最重要的东西 你为什么不早说 王爷平常都发了毒誓 说一个时辰之后才能说 他说 若一个时辰 不会 就要老奴带着白世伟员走高分 不要再回京城 王爷从未如此爱过一个人 他说神性爱着王爷 王爷只是把他当做妹妹一样看待而已 老奴看得出来 王爷只有和你在一起时 在真正开心过 如今王爷为了你 护符不要了 皇位不要了 现在连病都不要了 那白世伟你要去拿人了 是我 我要去找他 老丫头 小丫头 王爷 我问皇爷 你就学子逼活了 王爷 才会给你带出来了 二哥事业前来韩世伯有核药是吗 二哥你这是 三弟 把白载子师父的魂魄交出来 不服你药 拿去便吃 二哥 你我兄弟二人联手 定能拿下这交参 到时候你还做你的逍遥王 岂不逍遥快话 三弟 希望你别忘记 我有捐权之事 却没有动手 又是不想看到你我兄弟相残 三王子 你去送死我 李长高 哈哈哈哈哈哈 泽逸 你就要欲本我不死不休吧 你去媳妇死后 这条路可以走了 师父 蔡蔡 你受苦了 师父 你快告诉我该怎么救你 为师早已死去 你无力回天 你救我出求龙 就是助我解脱 蔡蔡 为师将你竞变成人 相处不过短短数年 很多道理啊 还没来得及教你 要谨记 不要被仇恨 蒙蔽了双眼 你师叔走火入魔 迟早会自食其果 为师的仇 就不要报了 答应师父好不好 好孩子 以后的路啊 你要自己走 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不要给自己留遗憾 也不要辜负了自己 在这么难的世上 走一走 再猜 见自己 方见天地 得见众生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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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我没有师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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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对此有所疑惑 今日 我便将一切告诉你 他名为审幸 五年之前来到了我的府中 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他的审犯 带他入知己 交谈神话 后来 我无意中得知他是 国师审议之女 不久之后 虎福师姐 他离开了王府 不知所踪 王爷 怎么样 虎福找回来了 杏儿呢 府并在城东郊 找到杏儿姑娘 当时他已昏迷不醒 虎福是在他身上找到的 来 王爷 王爷 诚哥 诚哥 沈青 从你进王府以来 我一直把你当成亲妹妹 就算你隐瞒真实身份 我也不在乎 那你最后还是让我太失望了 父亲逼我 你也防着我 我到底是可怜还是可悲 你也在我们相识一场的份上 我不会和你计较 你养好了伤 就回去找你父亲吧 诚哥 就此别过吧 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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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过来 你干嘛 如果我说 是我跌透了虎福 是不却我气焰投命 是我把虎福拿回来的 你行 你先把钱放下 诚哥 不在乎我去 你去 我 信了 此情本性善良 却无端陷入夺地之乱 最终却因为一个假虎福 让我和沈亿逼死 从那时起 我几乎走不出来心里的愧疚 直到你的到来 再打 一定有人告诉过你 我喜欢你 是因为你和沈亭相向 是她的替代品对吗 嗯 沈亭之死 我自责了很多年 所以留下她的话 能做一个念想 当然 如果你介意的话 干嘛 既然她会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 我又何必留着她呢 你别这样 我不介意了 对了 那尸妾的虎福 是假的 虎福尸妾非同小可 这可是死罪 但是我没有那么不小心 将虎福落入他人之手 那你给刘昌杰的事真的是假的 傻瓜 为了你 我不会拿下虎福去冒险 那怎么办 皇帝会不会治你的罪啊 现在我只能找父皇 父亲请罪了 成大使者 切记心浮气躁 哥儿 看来你的心性 仍须磨练哪 为了一个女子 放弃兵权 请父皇恕罪 朕当年兵变登基 你们三兄弟中 属你处理最多 功劳最大 朕对你 也是既以后往 你这么做 值得吗 二臣不能 请父皇造反 罢了 谁叫朕 当年有福于你的母亲呢 朕听你想办法 多谢父皇 你们几个小冒犯吧 兄弟这般 两臣同心几手啊 难道你们忘了 在台庙中的叔叔薄薄了吗 父皇怎么了 亲弟 我想 想当初 我想 朕功名日盛 朕的大哥 想联合三个弟弟 一起来陷害朕 为求自保 朕不得已 发动兵变 就在这太极殿上 朕亲手 杀死了朕的大哥 这才有了朕的江山 但朕时常也扮心自问 为了皇位 弄得兄弟相残 到底是值 还是不值 不值 而成无意皇位 知晓父皇 放老了 不可能 还有朕的三弟 竟下毒于朕 朕记得 将他领迟时 真是新书斗戈 你们兄弟切记 万万不要手足相残 否则 就和朕一样 愧疚一生 是 三王子 太能感了 成大事者 这点小场面 都经历不了了吗 小场面 故事你难道不知道 父皇的连听手办吗 朕年兵变 他可伤了他六个兄弟 怎么 你怕了 机会就在眼前 莫非你要退缩不着 你少说这些不了吗 朕察 这户符留不打 留不打 当真 你以为他六长哥 会放过你吗 这就不劳你费心了 我硬一决 不玩了 起来 既然这样 这别怪老夫不客气了 你要干什么 把这位家户符 交了 暗中观察 刘长哥的动向 是 你以为老夫辅佐你 还是为了荣华富贵 五年前 刘长哥逼死了性命 老实老夫就发誓 一定要你们留下血债血肠 刘长 一个都不留 你以为老夫辅佐你已离世十几年了 这身为皇帝却无法替你消灭卓妖梦 这心中有亏啊 这句法材是时候还给格尔了 奴家告退 这是娘亲留下来给我的 是历代大妖用法力灌注而成的扶灵法器 可以克制周阳盟的阵磨阵 所以 娘亲被周阳盟所忌惮 因此育命 娘亲 娘亲 哥儿 我以为你现在 就这心里临终传给你 娘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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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说了没 二皇子找的那个王妃啊 是个妖怪 那王子人品很好的 这下高贵 人品再好也是大官贵人 听说他们就喜欢妖怪变的小姑娘 大王子殿下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师父 陆离上人 大王子殿下 昨日我等在殿中打坐 是我突然现身 告知我等他夜观天象之时 发现魁心暗淡 这天象时 二王子刘长哥违背天理 迎娶妖物 才是天生意象 当年 事业生仙之前 曾留下教诲 人妖相恋 三界将会大乱 届时六道不稳 众生烟灭 不过大王子殿下放心 我捉妖王 绝不会袖手旁观 这与我何干 殿下 你这王帝 可非凡人 她的亲生母亲 正是十五年前 我亲自诛杀的蛇妖 陆莎 她是人妖混血 所以天子几甲 妖领惊人 人妖混血 大王子 我是沈亿和三王子 来求见 三弟今日前来 所为何事 我是说 直到李道长陆道长 来求见大王子 他们也是旧相识人 有话可以一起谈 请进来 是 好久不见 大王子 三弟就是 殿下可认识此物 国师先请 虎夫为何在国师这里 三弟又怎么 三殿下有些不听话 我只是让他暂时安静一些 不知国师今日前来有何事 老夫前来 协少与大王子结盟一事 国师为何要舍弃我三弟呢 要与本王结盟 刘长齐 数字不足于谋 老夫之所以要和大王子结盟 因为刘长歌 他与老夫有不共戴天之仇 好 有国师和卓妖萌的道长相助 本王必成大事 当前圣上 有意复制刘长歌继承皇位 所以必须尽快除掉刘长歌 公孙赞 以至于我等一心 也要早早出去 龙孙赞不做一句 况且他的妹妹还关在我的牢里 如此甚好 不过大王子还有地方一个人 何人 大王子飞 他与刘长歌暗通款区 所以大王子 你为何如此 我女人不一致 大王子 就让他实物去小街 什么人 我是大王子飞 我要见着王子 王总管 我要见长歌 忘记说 忘记说 大王子飞 大王子飞 快 来人呢 快点 解释出 解释出 长歌 刘长歌 和国师结盟 他们要劝你 小小你先不要说话 我已经找太医了 我中了国师的钢琴 没救了 皇帝又已非常利用 立即将成为太子 可是 刘长歌和沈一样并变 你要早做准备 从刘长歌 那里救出公孙青 何臣去公孙子 小小 我知道了 你不要再说话了 长歌 我还记得 小时候 你不爱说话 只有我和你担心 有其他小孩欺负我 也只有你给我出头 那样的日子 是我这辈子 最感谢的时光 永远下辈子 我希望 小小 小小 快 成太医 川二王子 川二王子 小小 公中太医院传来消息 皇帝病急 传刘长歌提前成婚 给皇帝冲喜 以王妃传闻 为妖怪所化 满朝文武 皆反对这门亲事 刘长歌那小子 就决定婚事从简 只邀请亲友十二人 百官一个也没参加 正是我们动手的好时机 你做得非常好 看来我们的计划得提前了 你回去吧 是 小的请博士赐些药 走 谢博士大人 王总管 大王子一同意 事成时候 许你回宫 任大内总管 老奴 多谢大王子承诚 当年老皇帝 是你贪财之罪 助你出宫 他的儿子登基后 不肯朝日回宫 刘长歌 也不肯给你承诺 只有跟着大王子 才是明智之选 事成后 老夫再上了千两黄金 老奴 贪为国师 干老徒弟 万死不死 你不成功 嘴 骨则一事 死则铜血 未雨不信 有如脚日 请新娘 二弟 有婚你还是别结了 大哥 假如你今日就此作罢 我或许还能 自己一杯喜酒喝 死到你头还不自知 其实咱们 新除旧喝一起算 我想你全都给你陪葬 你就自尽吧 小的女儿当年一样 道友 跟他还费什么话 当年我们都杀了他母亲 今日也能杀了他 王爷 王爷 金军杀下来了 小大王子 用不服和圣旨威胁他们 要如王府满门 你还不受手就行 看来今日我们兄弟二人 不能善良 既然如此 各位逼客 请先回避一下 免得一会刀剑无眼 烧了各位 进军攻起来还要一段时间 既然来了 就不要死 动手 您有张良静 我有过墙天 今日我叫提你们的人头 去相复进军 长哥 我房间 新娘一定人头落地 你再做什么 其责母而亲 他嫌责处而逝 对不住了王爷 主席 别说了新娘 二弟 看来 你还心疼他吧 不行 你可背叛我 他无法身亡吧 不是 老奴社探材 来区区千两黄金 就能收买老奴吗 真是笑话 锁吗 二王子视老奴为家人 别说独发身亡 就算万劫不复 老奴 也绝不会背叛 二王子 大哥 大势已去 大势已去 我看你是怒判刑事了 你骗个 今宗将的复兵上 你个不胜 王师傅还怎么逃 你不用骗个 即可知道 你万也进军的全军父母 刘长哥 这死到里头 是人说梦吧 是不 彭森那带了 立即重甲军兵 你赢了 能力 怎么做 什么 什么 李进 你身为禁军统领 居然被逆贼为师 今日就是你的死戏 刘长哥 你为了对付二王子 居然将妖狐夹瓣情儿 差点害死情儿 幸好白王妃丢下情儿 才让我们兄妹团聚 哥 我还活着 之前是妖怪咱们伴我 哥 这一切都是沈亿 和刘长哥的阴谋 要不是白侍卫 我 多谢白姑娘 公孙将军 沈亿即将冒犯 还望将军不计前嫌 前驱逐王爷一臂之力 在我把我没安斗好之后 即刻调动京城郊外的 仲甲选军 和沈亿大干一场 稍等片刻 多谢将军 没事吧 二弟 我输了 带我去见父王吧 哥是 你还要赋于顽抗 还不交出解药 给王宗监解读 我可向父皇求情 哥是 大师里去 投降吧 投降 你是王子 或许可以免死罪 我们呢 父亲 死路一条 母后 母后 儿臣不想 先去了 母亲 放去 封一下法阵 两仪四项 入行 自打 法阵 哦 啊 没有 是 frogs 罢子 可以动 这 帮助 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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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nd Tech 忘記了 死 Jeżeli 快 仁 不 仁 死 her 仁 蝸 仁 仁 恃 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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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亿 留下血药 没想到老夫问话多年 还是功亏一归 小子 哪怕我大事未成 今日也要取你小命 为我的显儿报仇 不过是你的执念罢了 如果你真的形成神仙 怎会让他入王府 一身犯险窃去虎夫 又从会在他还回谷夫妇以后 对他打成重伤 是 老夫当年也心急他 我看到显儿 为你貌似偷回谷夫妇 我就想他放回到你的身边 老夫也打算去辅佐你 可是没想到 你却把显儿逼死了 我不活下去的唯一目 就是无仇 没错 我就想你们所有人 被显儿陪葬 杀 老夫也打算去辅佐你 就这样 看了 我看你 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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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医 为了醒了 我不杀你 未知的虫就不要爆了 他愿是否好啊 亲儿 天天白了 你错了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卓妖猛残害生灵 齐党被打入死牢 令大王子长河造反忤逆 如今已然生死 既往不救 三王子长劫 是非莫辩大失人心 今日起废除王爵 今此 希望你们今日记住这个教训 朕给你的才能要 想不得再有瑕疵 啥不射 是 二水明天承命之 哥 我说过 我是从一时穿越过来的 我知道 你说过 看来 不是所有的穿越 都能当主角 没有本事 也许只能当到我们套 大大酱油 晴儿 你不是还有我吗 哥 有你在 我才感觉自己不是最才的穿越者 晴儿 别想太多了 现在北方蛮足 准准力动 正是我们兄妹监控一夜的时候 好 我们正就准备 出发到边境 儿神参见父皇 哥儿 无许多礼 神医的解药 太医院已经研究数日 查出其中成分 不论就批量联储 王霞及大小官员 已无姓名之用 没想到这神医 竟手段狠毒 幸亏遭有敌方 上回 竟然将假虎符拿回 你说将计就计 干脆让他们有真虎符谋犯 这样方能查出禁军内鬼 竟竟看来 你就对了 还要多谢父皇装病 配合儿臣 逼着神医他们 提前谋犯 哥儿 都是你神机妙算 才能让神医 不如你的圈套 司徒大公 不愿于几年前 你助阵登基 儿臣不敢拒大公为吉佑 只希望父皇能够 答应儿臣两件事情 但说无妨 义士王霞 他虽然贪心 但是对我们留下忠心耿耿 请父皇能够收回先帝成命 将他召回到皇宫 任大内总管 准了 第二件呢 希望父皇许我和白崽崽 归于山林 哥儿啊 朕已查明 那白崽崽确实是要 你将来是要做皇帝的 人要相恋 你让满朝文无天下百姓 怎么看你啊 父皇 儿臣在交出虎符那一刻 儿臣就知道自己不适合当皇帝 不能担死中任 好了 下去吧 父皇 您这是同意了 朕啊 只不想被你搞得头太疼了 准了 儿臣 多谢父皇 哦 来 说吧 什么事儿 此生苦短 无你何患 世不育你生无可行 嗯 好好说话 从今日起 你为我所有 王妃 愿意吗 我有一个要求 以后你只能排我一个人吃胡萝卜 你愿意吗 一言为定 别跑啊 别跑 快点 你碰我下来 你碰我下来 圣上 圣上 哎呀 何是如此惊慌 圣上 大事不好 北方蛮族犯天 大军已贡献我大昭王朝十一城 我军身亡惨重 我大昭王朝与蛮族的战事 不是一天两天了 只要没有攻到英城 就不算大事 圣上 用城买报 敬王后听闻大王子圣王后 神志临近疯狂 逃出囚禁之所 丧青天甲 心不能产 什么 快 速速召见的王子 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